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排名箱的观察先来请教姜宇明老师 好的 台股在两天 应该说在一天 明天最后一天就封关了 等于说行情结束 开始要放12天的年假 去年2022年一整年总共跌掉4482点 说真的很难做 未来你会觉得比今年更难做 而且说2023年会比2022年更难做 操作难度一定会更高 所以你在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们看一下 去年一整年4482 最厉害跌占6000点 所以我们这个盘是不好操作的 那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你2020年觉得不好操作 那对不起2023会更难做 更难做的原因是什么 到这边 你盘面目前是找不到主流 盘面上这个乱串 可是没有主流股 操作上会更难 未来主流在哪里 你必须抓得到 才能够赚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说股票市场很简单 你要赚钱两个方法 我们说一般我们要累积财富 不是开源就是截流 刚才你就多赚钱 这个找一个 平常上班还找一个奸差 对不对 那截流少花钱 不要花钱不要乱花 那在股市里面是这两个方法 一个是买多 你买对当然就会有钱赚 第二个是要避开 拉回修正的股票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学会这一招 就是避开空头 拉回修正的股票 因为空头来你根本看不懂 那最后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原因就是这样难操作 所以你只要空头看得懂 你就会变得简单 变得好操作了 好 那怎么样能够看得懂 最好你有这一招叫一眼变多空 这一档股票是对的 是不对的 我们一下把它看清楚了 你就不会踩到陷阱 那怎么样一眼变多空 很困难 30年都还学不会 那更不要说 这个很短线就可以学会 当然也可以变得很简单 藉由工作来帮助你 就会变得很简单 我们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必须要导航 比如我去屏东玩 屏东路根本没有一条认识的 对啊都很熟 问题每一条路好像都知道 中正路中山路 对啊问题怎么走你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有导航 按一按就好了 像我开特斯拉 不用按 用语音输入的 我会跟他说导航到 屏东市火车站 他就帮你导航去了 所以很简单 你也不用输入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他才可以告诉你正确方向 你不要认地图 学地图 你到个地方学一个地图 我昏倒了 那我到花莲玩 要看花莲地图 那怎么可能 那不合逻辑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能够帮助你 原因就在这里 懂意思吗 所以一眼就把它多空 看得很清楚 你这样就能够成为股市的赢家 避开很多的风险 好不好 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光照 发力多 业绩要充 对不对 那群光照可不可以 我们要揭入股神系统 对不对 上面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第二线短 第三线短 第三线动能 动能不足 对不对 筹码也凌乱 趋势翻两没有错 可是怎么样 二三线不对 筹码凌乱动能不足 所以它形成盘整 盘整一个半月 上面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所以这种格局 发力多 对不起 谢谢再联络 我看没硬处 原因是什么 格局不对 这样懂意思吗 压力出现了 动能不足 好 核硕 核硕也是 已经说上兆的公司 好 它要发说 夏季业绩会兔子跳 很好很好 发两个新闻都在讲 要兔子跳 好 那我们看核硕 格局到底怎么样 一看 高档盘整 也是盘整一个半月 趋势翻两没有错 可是冲码在临走 跌破了 动能也在临走 这种股票就怎么样 三个椅子两个角是短的 一张椅子三个角 两个是短的 你敢做吗 你做到去就跌倒了 懂意思吗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就谢谢再联络 我们一秒钟就把它看清楚了 一眼就看 有问题 你这个人长短脚 走路一定不稳定了 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 谢谢再联络 我们先不要买它 懂意思吗 好 原态发利多 来 两个利多 一大堆利多 全力营收创新高 好不好 那我们看 怎么跌了快四成了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为什么花了一大堆利多 营收创新高 对不对 最后为什么股价跌了快四成 我们把它股神系统检视一下 因为一般的白土 K线你是看不出来 看股神系统 原来9月19竟然出现 三线转空 绿色就转空 三线转空的卖出去闹 到目前为止都在空头格局 所以这种股票 从9月19到今天 我们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买了就准备赔四成 我不会去买 我还不会带货员去买 为什么 因为格局不对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一眼就把它看得很清楚 你就不会踏到它的陷阱里面 所以原态发很多利多 股价展不动 好 比亚迪布局台办 接单旺盛 那我们就来看看台办 到这边 要多久 一秒钟搞定 真的吗 台办 把它打上去 代号 打完之后你就发现 格局对不对 三线在临左附近 上档 这边一大堆卖出去 为什么得下来 反弹 力道非常弱 因为第一条在空方 又出现卖出去 然后打下来 那目前刚刚修正完毕 可是这个态势也不强 压力有没有突破 最近的压力还没有突破 虽然有几个卖出去 来买进 准备要涨的感觉 但这种股票 还有这边一大堆压力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对它态度就先观望 历度来 看一看 谢谢 我会注意 但是我不会买 为什么 我刚刚讲 原因就这样 这一段更不用讲 我也不会买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就可以避开 这样没有下跌的风险 好 经济一样发力多 怎么样来 一秒钟判断它多空 不对 这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多翻 二三线跌破 上档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这种股票一看就知道 谢谢再联络 就像一个好朋友来找你 好久不见了 这国中同学三几年不见了 那来找你 如果你一看 外面欠债三立 对不对 还被通缉 一看 当然这是我们秘秀很糟糕 假设 假设我一看 他还是穿着西装革履 你怎么知道他是 对不对 一看 好像脑袋 这个头上你写的 被通缉中 外面负债三立 他要给你借钱 你会借他吗 当然不行 不好意思 我钱都我老婆在管了 不好意思 这个茶碗你带回去喝 我们也不要得罪他 但是我们钱 是不可能借给他的 因为这个 他最近跑路了 你还借给他钱干嘛 你除非说不想要了 这跟我很好 我就欠他人情 这十万块 你拿去用 没关系 你有钱再还我 意思就是你不用还了 如果有这种交情 当然可以 那如果没有 你希望他还钱 他根本就不可能还你 那你借他钱 不就有去无回了吗 所以这股票已经转空了 你又看不懂 一买就准备赔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格局 两个卖会需要出现 谢谢 我就没兴趣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中壘 金像店 一样发力多 来看一下 中壘对不对 不对 这空的格局 早就不对 转空很久了 那你买就先套半年 对不对 好 金像店也不对 转空一个月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就不会买它 要多久 就一秒钟 看就知道 2368打就看到 就现实在联络了 绿色出现 卖出现 卖出现 就现实在联络了 懂意思吗 好 照子类 一样发力多 照子类到底 可不可以19开头了 一样一秒钟 不对 一大堆卖出讯号 对不对 1234567 反弹上来碰到卖需需 都还没有完全突破 三线又转弱了 目前是转弱了 没错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就谢谢再联络 类股 你把它当作一档股票 也可以 19 当然有很多股票 你把它看成 类股 把它看成一档股票 来分析 因为它有K线 所以你把它当作一档股票 那这股票 就谢谢再联络 多头非常的脆弱 压力怎么样 有一大堆 还没有完全克服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看到报纸 对不对 一样 谢谢再联络 这样就好了 这样懂意思吗 可不可以一秒钟看懂 可以的 所以你乱买是没有用 只是钱把它打到水漂里面而已 没有意义 好 那我们看这个好了 手机PC的库存 计划 非常缓慢 计划有变数 IC设计 因为IC设计是要做给这些用的 对不对 那你的PC 库存很多 那当然不会给你下单 手机库存很多 他怎么给你下晶片 当然不可能 所以IC设计怎么样 互数力道有限 当你看到这里 对不起 IC设计跌很久 跌很深 连发科 最近发一大堆利空 对不对 发一大堆利空 发一大堆利空 可是对不起 股价已经跌到哪里了 张艺明2月16号 将近一年前 11个月之前 我就跟你讲了 IC设计转弱了 看到吗 然后就这样下去 现在还在低档盘整 所以如果你买进去 你可能准备五成压来赔 你一千万就要赔掉五百万了 很可怕 对啊 你一千万不用赔掉五百万吗 那如果你高档就知道 他转空 手指定 你不会买啊 因为我已经提醒过了 张艺明你会不会带你的客户去买 爱设计 当然不会啊 这格局不对 我怎么可能去买 不可能嘛 所以你只要可以避开这样的下跌 懂吗 那现在翻多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就细时再联络嘛 还不简单 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你一秒钟就可以判论他 到底可不可以 当然必须借有好的工具的帮助 就像你刚刚讲 你要到花莲去玩 到远雄去度假 远雄越来 那边还有这个海生馆 对不对 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的动物 很好啊 可是你到花里认了路吗 你不认识一条路啊 怎么办 导航带的就好了啊 你干嘛去记录 回来回来就把它忘光了 那路又不是我们常用的 我们怎么可能记那个路 这样是很简单 就可以帮助你 你也不会迷路 绕错绕来绕去 绕不出来很麻烦 所以你藉由一些科学工具的帮助 这是一个聪明人的做法 这没什么不对 虽然简单 格局不对 格局不对我就不会买 你看一年多过去 你什么时候听我讲说 我看到联发科 看到联发科未来 我带货人去买联发科 没有 绝对不会 为什么 格局不对嘛 懂吗 你不用浪费时间 不要赔这50%的钱 这样懂意思吗 好 联发科 这段拉回56%了 所以如果你去买金 就会受伤了嘛 来 格局不对了 格局不对就不用买 买也没有用 好不好 好 所以股市最强的功夫 就是一眼变多空 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 你研究半天 研究财报 研究EPS 研究干嘛 最后判断要不要买 买卖点可不可以 那如果你没办法判断 你所有研究都没有用 那有可能你看到 重新高买要赔死你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什么新闻 最后还是要回归嘛 这股票可不可以买 你要怎么买 那这利用要不要出 要不要继续报 所以永远都是这些问题 那你必须有这个能力 一看就知道 它多头格局 空头格局 空头千万不要去碰 有股票就出场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那我们从今天的 多头流星找出来的股票 来 我还有两档长提 材料跟东游 东哥游 那我们看这股票 包含我把它画起来 比如说M31 G家 对不对 还有这个华晴 我们看这五档股票 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的选股 大部分都从多头流星里面找出来 所以如果这里面 没有好的股票 那我就会特别小心 那我们看这股票 到底对不对 包含你让涨停 把这三档 东哥游 对不对 拉上来涨停 可是高点 刚好今天三四 就碰到这个高点了 高点压力还没有突破 三线架构怎么样 在临走而已 不强 所以这股票还是要小心 这档点还跌破 出现卖出讯号 这种股票很简单 先关上去好 好 第二个KY KY就不会买了 如果这档股票不是KY 那我可能就会做这一段了 懂我意思吗 这个KY KY股票我不买 所以这股票目前多多格局 那是我没有买 我也不会买 好不好 好 接下来M3D要对不对 不对 因为三线在临走 非常脆弱 上面还有卖出讯号 没有克服 懂吗 所以现在你进去也没用 好不好 好 计价对不对 你看 股价在 几乎在最高点 这段是拉这样上来 最高点 股线怎么这么短 人家反而这里这么长 为什么来到这里 股价穿高 股线这么短 二三线也不强 这种股票就告诉你 它的多头 力气快要用尽 这种股票就不用追了 懂我意思吗 追也没有用 因为它快没有力了 快要转空了 好 华晴 第一线OK 可是二三线太短了 第三线动能 动能不足 所以形成高档的盘整 多头格局没错 可是多头怎么样 二三线太短 这格局就不对 一个椅子 两个脚很短 坐上去 一不小心会跌倒 这样懂吗 所以这股票我们就不碰了 懂我意思吗 亚太 这对 三线架构很完整 没错嘛 这三线架构是完整的 这个有没有完整 没有啊 这二三线太短了 这个很完整 那我们说这线看完 要看什么 看周线 周线看一下 周线也不错 三线架构也是很漂亮 所以如果要买很简单 我会买亚太 这就是一个选股的方法 逻辑 这样懂我意思吗 这方法从这里 张明的股市 第600则里面有讲 由日线周线来中俄研判 就这样 日线对周线也对 OK当然架构就对了 所以很简单 你在股市里面 你一定会有正确操作 才会赢嘛 那正确操作基础 就是工具对了 观念对了 用这两个做基础 产生的操作才是正确 最后才会赚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不要用 残缺的金融知识 在股票里面操作 残缺的金融知识 自以为是把它当作宝 最后会用你一生的财户 往来换教训 那就太可惜了 好不好 好 观念有不清楚 你可以把张明的书 带回去看 利用这次春节假期 好好研究一下 张明写出来 观念一定是正确的 你看股市这样的波折 这样的一个变化 你看赞明节目 你就会感受到 我跟你讲 观念都是正确的 那我把它写在书里面 你可以带回去看 详细办法 你可以跟福文联系 他会告诉你怎么说去 好 小小鼠A25006999 这是我赖阿里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上来 记得留下电话 过年期间 好好研习 建立正确知识 我相信明年 2023年 你才会成为真正研究 把声音交给诱打 好 跟着我的超速特地建议 广告回来就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您回到掌地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鸿海几乎每一天都有利多 但是股价涨不动 来请看 鸿海的总裁 刘良伟说 三大创新 带动他的营运 另外一个消息 海外布局 今年会开发结果 一大堆利多 前两天也有 营收创历史新高 6.6兆 台湾第一家上6.6兆 是鸿海 了不起 但是股价 很可怜 目前在两年的低点 这两年你买进鸿海 到目前全部套牢 很可怜 对啊 一大堆利多 股价涨不动 为什么这样 同志朋友 原来这格局不对 卖出去到一大堆 同志朋友 所以这股票 我没有跟你讲 2020一整年过去 我从来没跟你讲 我看到鸿海 你会觉得好像很神奇 你怎么都不会被这些新闻 拐动 不会啊 因为我看就格局不对 我就不会买 我也不会讲鸿海好 所以一整年过去的 我答案你会正确 我告诉你答案是正确的 不对就是不对了 好不好 特斯拉 北美要降价 最高降64万 那现在车子降很多 鸿海的电动车要出 将来是100多万 那你看特斯拉呢 电动车龙头 现在马帝尔三卖多少 这边有写了 100 我看一下 143万 那你143万 假设鸿海电动车是110 那你要买特斯拉140 还买鸿海 当然买特斯拉 市场跑那么久 路上跑那么久了 有些问题 大概也都被克服了 鸿海车子刚刚出来 有没有问题你不知道啊 那车子安全的问题啊 不是有人说 电动车就是手机 加上四个轮子 我听你在鬼扯 你手机摔坏坏就摔买台新的 你人坐在上面 摔死能够重来吗 所以电动车不是四个轮子 手机加四个轮子 那是鬼扯 那不是这样 车子最重要是什么 安全 你看宾市啊 骗不到人 为什么 安全啊 对啊 第一个就是安全 没有安全不用谈 所以不是一个手机 叫四个轮子 叫电动车 那鬼扯 不是这样 好 一整年过去了 我没有看到鸿海 那对不对 我想答案很正确 好不好 好 电动车 扩厂 台湾的供应链会热 里面有讲到一档股票 叫华兴科 因为它是受被动车 因为它是受被动软件的 那我们看华兴科 到底对还不对 哎呀 有够惨 一整年跌了百分七十五 所以如果你去买华兴科 它开始哭出来了 不管你看到什么新闻都没有用 你在哭了 跌那么深了 这一年一整年 有没有跟你说华兴科好 我看了华兴科 没有 为什么 格局不对啊 所以我不会看到华兴科 你买进去也是死路一条 你就赔七十五%了 所以你必须有能力来判断 避开这样的风险 不然你怎么在股市里面 成为赢家 不可能 懂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藉由什么 好的操板工具 因为它不会骗你 报纸会骗你 报纸是记者写的 谁给它资料 公司派啊 主力作手啊 那是特定目的的 所以你看报纸是没有用 股神系统会明确告诉你 这格局是不对的 一档股票就可以让你赔七十五% 你就两档就毕业了 不是吗 那你还玩什么 所以你必须有能力来判别 外资卖超 台积链重还五百块大关 买超了 我现在回到五百块以上 好 最近一个消息 国宾饭店处分了 八百零七张的 这个台积电 那处分 你看它价格是多少 五百七十四买的 那现在五百零四 你看它赔多少钱 一张赔七万 对啊 五七十四买的 这边有写啊 五七十四买的 现在五百零四啊 就算扣它配息好了 配两次好了 五块钱好不好 那你看它赔多少 最少赔六十五块 一张赔六万五 最近很多上市公司一大堆 买台积电都赔钱 好 那我们看台积电的格局 目前在五零四 高点六八八跌下来 目前跌一百八四 这段反弹是一百三十一 这条线以上套牢 所以这两年套的筹码数不清 最近可能小小赚了 但是这条线以上全部套牢 所以我们说这两年 套在台积电上的人 这是欲哭无泪 不是吗 我没讲错嘛 对啊 就这一小段赚而已 那这一段买进全部哭啊 不是吗 跌那么深嘛 好不好 一大堆利多 每天把我打开到台积电利多 你会被他骗 我不会 所以你看这一整年过去 我哪天个说 我看到台积电 我要买台积电 我待会也买 没有 你买进去也会套牢比较多了 为什么 格局不对 空头就是空头 骗不了人 好不好 好 所以我跟你讲一些问题 三月 去年三月就讲 你想象不到 现在都印证了嘛 这问题都印证了嘛 没错嘛 所以真正看懂 台积电基本面的人不多 每天没鬼扯 看到涨就说涨一大堆了 一整年过去 我没看到鸿海 我也没看到台积电 我没看到ABS三雄 对 我没看到货柜三雄 都没有 好不好 上市公司去年营收四兆 都创历史新高 那股价呢 有 发两个利多 股价就跌 去年跌4482点 所以我们说好不好做 的确不好做 2020不好做 2023会更难做 好 那有人去买什么 原大台005年 这一段赔32% 空头格局 你看不懂 你买原大台一样 知道我们赔死了 有人买电动车也是一样 然后跌43% 所以乱买股票是没有用的 你没有能力判别 你买一些 我以为很安全 安全个头 跌四几%还安全 空头格局你看不懂 怎么会安全 投资票怎么可能安全 42% 互帮电动车 对不对 怎么会安全 都空头格局 所以你看不懂很简单 你没办法避开风险 空头你避不开 股票上的钱是赔不完 这样懂意思吗 少年股神 赚两亿三个月赔光 为什么 高档转空 他看不懂 懂意思吗 赞民有没有讲 有啊 去年二月四就跟你讲 大盘要开始 以天屠龙了 东升画面 有啊 确实有讲 然后就这样 咚就下来了 光这一段 少年股神就赔掉两亿 三个月赔光 两亿就赔光了 所以你看多可惜 赞民你这一段做什么 做这么多 我二月七号就开始放空 二月四号手上都空单了 空到五月十二回补 做九笔短多单 六一号再空 这一段大获全胜 这段刚好就少年股神 偏偏做多事 他当然就赔死 后面这一段 同志朋友 这段更了不起 已经跌到一万三千九百 更了不起 为什么 做二十九笔 四月十一到七月二七 三个半月 做二十九笔 赢二七笔 这普通会 所以二零二零很好做 很好做 很多人都很难做 对啊 因为你都没有赢 大家觉得很难做 懂意思吗 好 接下来八到九月赞民 做多生计股 十四档 九到十月 做多观光股 八档 好 对不对 接下来做什么 这个是十一月了 十一月做这个胜瑞 四个停板 这是五十% 这段是五十八 我赚五十八 两次而已 普通会员赚五十八 不是中农会员 普通会员就赚五十八了 好不好 接下来做什么 南瓜 赚几次 六个停板 六个停板而已 没有很多 你看我操作一定是多头格局股票 三线发展的股票 所以你必须有能力找到这种股票 空头一定要避开 就这样而已 二零二三你把这个原则 就可以避开很多风险 也可以赚到很多钱 看懂你就赚到 看不懂当然就赚不到 好吗 现行出来 有机会的我就会做 再做也有可能会再赚到钱 好不好 今年电子股不是没有机会 只是你要找到对的股票 我会带你进去操作 好不好 就像这样 好可怜 这跌一整年 跌得惨不能堵 快要出现 二三线在临走 第一线在临走 有没有 买点即将浮现 所有带你买的股票 就类似这种 真的避开一整年的风险 没避开七成不见了 现在买点即将浮现 浮现的时候 我会带你去买 不要急 懂吗 急也没有用 所以要正确观念 正确工具 你才会成为股市赢家 操作才会正确 才会赚到钱 好不好 有不懂的 可以把詹明的书 带回去看 我的书写很多 这一书会建立你 正确的操作观念 那你又有正确操作观念 又有正确操盘工具 你自然在股票上 你都成为赢家 工具真的非常重要 你看新闻 那新闻不是工具 新闻我刚刚讲的 新闻就是 公司派 主力作手 大股东 发出来的 给谁发出来 给记者发出来 给谁看 给散路看的 公司赚多少钱 我是董事长 我还要看报纸吗 不可能 我自己都知道了 我干嘛看报纸 报纸 新闻都是给散路看的 那是我特定目的的 你看那个是 绝对做不赢的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好的操盘工具 懂意思吗 你有好的操盘工具 怎么样 用正确操作观念 用这两个做基础 你所产生的操作 才会是正确的 观念一定要正确 我刚刚讲 有三线架构不全 一个特别长 两个很短 椅子一样 三个脚两个短 你撞去摔死了 那股票是不能买的 这样懂意思吗 用这两个做基础 你产生操作才正确 然后才能在股市里面 赚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过年了 你又利用这段时间 在家里好好的研细 把张爱民的书 带回去看 详细的拥有办法 你可以跟服务联系 有参加会员的 原则上会送 就是送一本 送两本 看你参加的会员状况 会送 你可以跟服务联系 他会把书送给你 你要单独 拥有书的也可以 好不好 小小鼠A25006999 这是我大的尼码 如果你看FB 可以让股神系统张爱民 如果YouTube 你可以搜寻 张爱民分析师都可以 找到我按订阅 不跟我保持联系 有问题发上来 在里面快速回答你 我希望过年期间 你可以带一套股神系统 回去好好研读 还研习 你会发现里面 真的充满了财富 好不好 我们先交给诱打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 分析之各表家政券 无不动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且自幅投资风险 祝您一票的顺利 我们再会